五角大楼泄密事件的疑似幕后黑手虽已找到,但引发的风波远未平息 据美国政治新闻网Politico4月13日报道 美国遭泄密的机密文件中包括许多有关乌克兰军队状况及其能力的细节 文件显示,美方在评估后认为乌军正面临防空能力不足和弹药短缺 并对乌军春季大反攻计划的前景感到悲观 而这引起乌克兰方面的不满和愤怒 对美国的不幸人感正在乌克兰蔓延 有乌方官员称,早在冲突爆发初期,美国就看不起乌克兰 现在更是有意推动俄乌停火,即便有损乌克兰利益也在所不惜 综合外媒此前报道,在五角大楼泄露的数百份机密文件中 涉及大量有关俄乌军军队分析和对乌克兰军队力量的评估 虽然文件评估乌军战果丰富,但对于即将到来的春季反攻 文件给出了一组悲观的数据 目前,乌军极度缺乏大口径炮弹、防空导弹和海马斯火箭弹 部分弹药准备只能使用4天 文件还显示,2月28日,乌军全军只补充700发155毫米丢弹炮和17发海马斯火箭弹 从2月22日到2月27日,乌军平均每天消耗3400发155毫米火箭弹和13发海马斯 28日当天,文件评估乌军全军库存炮弹1万发155 库存海马斯不到300发,预计3月4日用完炮弹 布雷蒂古称,乌方对此感到愤怒 但他们的愤怒不在于美方对乌克兰的军事准备和恢复能力的评估 也不在于美方认为乌军防空能力不足和弹药紧缺 而是在于美方对乌军春季反攻计划的前景感到悲观 尽管乌官方选择低调处理此事 乌外长顾列巴4月11日曾在推特发文讲文 但在幕后,事态却没有这么平静 有迹象表明,不信任正在增加 一名匿名的乌克兰高级官员告诉布雷蒂古 这些机密文件反映了五角大度高层和白宫国安委员会怀疑论者的观点 他们一年前就说,乌克兰坚持不了几天 还有乌官员认为,这或对欧洲援污力度产生连锁反应 乌克兰方面恐怕很难说服欧洲加大加快军援乌克兰了 Politico提到,乌克兰官员一直以来对美国和部分欧洲国家援污力度和决心不足颇为不满 他们还认为,在拜登政府内部相较于布林肯领导的国务院 五角大楼的高层在援助乌克兰上特别顽固和谨慎 一名驻美国的乌克兰政府顾问表示 无论是在拜登政府内部还是在国会山 都有一些官员或议员在寻求调整安全援助 以推动乌克兰人与俄罗斯达成某种协议 但该顾问认为,这种协议恐怕不符合乌克兰的利益 也不符合西方的利益 据这名顾问所说,其中代表人物是白宫国安顾问沙利文 冲突初期,沙利文对援污态度谨慎 数月后才有所改变 如今沙利文回到了需要结束战争的立场 因此会说服拜登调整对乌克兰的安全援助 此外,泄密事件是否会影响乌克兰的后续作战和纯细反攻计划 也是外界关注重点 Politico称,尽管文件中包括西方训练援助 乌克兰军队规模,以及导弹发射速度等细节 但这些细节在此之前便有相关报道 乌克兰官员也说,到目前为止 泄露的数据对俄罗斯来说都不是新闻 乌克兰国防部长利兹尼科夫4月12日曾说 泄露的信息中真伪混合 其中准区的信息已经过时了 话虽如此,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华盛顿邮报12日报道 有乌克兰官员表示 反攻计划由于天气原因 缺乏弹药和五角大楼秘密文件的泄露而推迟 感谢观看